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涩之长的走劫串巷,看厦门 我现在是在丝明南路和寿山路的交叉口 寿山路非常短,一头连着路江道,另一头连着丝明南路 是一条下坡的路,如果走到坡底就可以看到大海了,非常的漂亮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准备徒步带大家走一走厦门的延武大桥 延武大桥全长是2.8千米 我们刚才是从这走下来,这是一个下坡路,也是一个上坡路 前面就是大海了 今天有点阴天,天气不是很好 这条道如果人没车的时候站在路边 拍一些照片也非常的美 前面刚才那一段是金氏药地,所以我没有拍,中间就隔了 前面蓝色的那个指示牌 再往前走就是延武大桥,往左拐是成功大道吗,会吧 民族路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叫寿山路 我们要往民族路走吗,要走到马路对外,我们要往民族路走吗,要走到马路对方,不太好看了 那就鹿江道走跨郭人 走斑马线 然后走到对面就是鹿江道跨过去 我连着鹿江道走 这有一个就是分岔道 漂亮吧 云竹路 这边是竹路 这还有个铁道呢 这是我们之前有拍那个隧道 你走了一下 这下面的红山隧道你有走过吗 从这边开始就是人 沿海人的什么步行道 我们今天是特意要走沿海的步行道 那现在在拍点 那我这样打着 我们要过了 看一下这边 高德地图 我拍了高德地图的 我们在这边有一只流浪猫 都咬一只流浪猫 我们还装上去给它买吃的 正成功的那个雕像就可以看到了 哇 这边就好开拓 这就是阎武大桥的起点 这就是阎武大桥的起点 从这开始 前面就是陆江道 再往前就是中山路了 我们不去了 海的对面就是古浪雨 这都是 那这条呢就是阎武大桥 就是全球离海平面最近的桥 前面那时候就是下门间 我不能不能拍 下门间不能拍 前两天才上电视 上电视那是央视拍的可以 我不拍 我们不要过马路那边吧 太危险 太危险了 我们就今天 这集视频 我还是不配背景音乐 我就怕会支拉支拉的 不知道 今天风比较大 可能会听到风的支拉支拉的声音 看看厦门有多美啊 海边城市我是最喜欢厦门的 可能是因为我居住在这的原因 我们看一下这底边哈 如果涨潮的时候 这个海水几乎 就和这个这个桥的底面平行了 所以它是 距海平面最近的桥全球 你看大海的对面就是漳州港 昨天我不是分享了一个视频吗 从厦门的旅游码头坐船 半小时左右 就到了就是那边就是漳州港的码头 其实非常的近 那边其实环境蛮好的 但是那个 房价呢 又非常的便宜 这个叫市集中心 我们先看一下大楼哈 这样子的 前一段这个这个还是做做核酸的检测点的 这排好长好长的对哈 就是方便这周围的居民做核酸 这些小雕塑也是新 新放在这儿了吧 还是之前就有 之前就有了 现在到七八三都有 都没太注意 我们还是看海吧 海更漂亮 转一下后面 刚刚走过的路 今天这个视频 我基本上是一进到底了 这大桥是双向六车道的城市主观道 设计速度是每小时67米 因为全程徒步走完这座大桥的话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们准备把它分成几集 分享给大家 今天是第一集 这周围的建筑我们也看一下哈 看一下这里 下面的石花三角围 是不是开的非常艳 好看吗哈 这个哈 这个哈 从这上的分岁的 就是上成功大道的 我们就在前面结束 本期的视频分享吧 视频太长了 在做修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那个尖尖的了吗 那就是世贸双子塔 好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就结束这期的视频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